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民间爱国志士则赤心报国 冲上了反对外敌入侵的第一线 这引起了朝廷某些人的反感和敌视 用各种办法进行阻挠 恭喜 恭喜 里面请 里面请 恭喜 恭喜啊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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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老板到 里面请 师傅 程老板 程老板 家母大寿赏脸呐 客气客气 里面请 请请请请 是 您的这些个伙计干事真是利索呀 您客气 程老板母亲大寿 咱们小会儿的肯定得尽心呐 再说 志美楼还想借着您的名声 在咱京城八大楼里也罚个头筹呢 看您说的 程夫人 王老板 对了 这是志美楼的一点心意 您太客气了 王老板 程师傅 这个咱们放哪儿 给我吧 招呼好王老板 来 王老板 您这边请 别追了 别追了 师傅 师傅来找您请教的呀 怎么今儿还进屋了 是啊 这 这窗户 愣着干嘛 把这窗帘子修好了 别让老太太看见 是 走 怎么回事 家母大寿 程某感激诸位光临 来 干杯 来 坐坐坐 好 怎么样啊 菜和胃口吗 王爷到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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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王爷 给老寿星诸寿了 翻楼王爷记挂 程某感激不尽哪 我是给老寿星到齐一下 程老板 这至美楼的洗衣 还成吧 王爷 圣意心灵 但是 心灵了就好 过几天跟我回宫 耍几套八卦掌 让老佛爷瞅瞅 也让那些个半吊的侍卫 开开眼 程老板 程老板 这可是我第二次邀你了 你再不应 我这面子可就挂不住了 毛华 快请王爷坐坐 您看这也没准备什么 王爷 至美楼的情 我这小老百姓不敢领啊 我是给老寿星祝寿 举手之劳 何况是我有求于你啊 王爷 您这话我万万不敢借啊 您就别难为承矛了 打住 我就不扰各位师父的雅兴了 本王先走 王老板 好生招呼着 得嘞 坐坐坐 吃吃吃吃 这王爷步步紧逼 无非就是想让我进宫去当差 绊住我这身子 为什么 是我 我惊得住事 大孤口总兵铁赞 向武林发了英雄帖 邀请各门各路各派 去大孤口交售武艺 这能随便交吗 放在以前当然不能 但是现在 洋人的炮台 就在大孤口外停着 耀武扬威 铁总兵说 要与炮台共存亡 可是王爷为什么想要绊住你 他是铁帽子王 守住大清江山 不也是他们得意吗 朝廷的事儿咱老百姓哪懂啊 那你就去 你是习武之人 家国大义上 不能含糊 可是王爷 可是王爷 不罢休 洋人就是那副德行 动不动就提抗议 这倒不怕 趴的是动枪动炮 什么话呢 他这两天没出门 咱没机会动手 京城里是不能动手的 不少练八卦掌的熏贵 都给我打了招呼 我何必捅这个马蜂窝呢 是 王爷您放心 我一定办妥了 不听话的鸟儿 过不了冬天哪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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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被程某撞见了 给程某个面子 算了吧 走 快起来 没事吧 可是 八卦掌陈某华 正是在下 程师傅 家父乃 大孤狗炮台总兵铁赞 我奉家父之命 来进请程师傅 请我 好点了吗 好多了 感谢程师傅的搭救之恩哪 令尊大人的英雄帖 我们已经收到了 你为何还独自前来啊 我爹说像程师傅这样的英雄豪杰 必须得有诚意 我也知道程师傅不会在意这个 但负名不堪为啊 令尊大人这是心忧局面哪 追杀你的是何人 不知道 出了天津界就盯上了我 要不是程师傅及时搭救 这命就没了 举手之劳 程师傅 交权这事您看 师傅 此次外出交权 还望您老人家多多保佑 我定会让八卦掌开枝三叶 弟子程茂华 定不忘孝帝正义 福威寄贫 除报阿良 客官 那边行 那边凉快 程师傅 再往前走十几里 那儿有个客栈 是我兄弟铁肘金刚开的 咱们今天晚上就在那儿休息 好 还补令 什么人 有三个逃兵 偷了东西杀了人跑了 这世道不太平啊 是啊 慢用啊 谢谢 来 程师傅 请 程师傅小心 程师傅 当上有毒 真是放血毒 死了五座都掩不出来 程茂路过此地 不知如何得罪了这位兄弟 少废话 走啊 程师傅 你 走啊 果然 你 你 要回去 四座 快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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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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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州警告 切州警告杨海 杨海 杨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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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大驻足了 来 来 爹 快进来 谁啊 八卦整程师傅 中毒了 程某啊 爹 程师傅他怎么样了 毒量应该不是很大 杨师傅 我听见那帮人说 这是专门用来放血的毒 而且人要是死了 连武座也验不出来 程师傅的伤口虽然不大 但朕倒流了好多的血啊 来 这叫血哨 是西洋玩意儿 云霄 快去炉子上拿点草木灰来 好的 要热的快 杨大哥 谢谢了 兄弟 到了我的一亩三分地儿啊 我保你平安无事 我就是身上少了两碗血 睡一觉就好了 爹 是吗 兄弟 你这点儿 大哥 刚才那个程茂华就是 对 就是他 这豆粑就是拜他所赐 兄弟 杨兄 坐坐坐坐坐 好点儿没有 好多了 你到底得罪了什么人了 后边儿有没有人跟着 应该没有 杨兄 明天给我们背两匹马 好 出门在外还是得靠朋友啊 哪里的话 我去京城的时候 你是怎么对待我的 如今你到了我家门口了 你跟我客气什么 不都是应该的吗 好 杨兄 秀儿今年也不小了吧 可不是吗 这也是我的心肝宝贝啊 我天天为他这事着急啊 这位是大孤口总兵铁赞的公子铁云记 晚辈铁云记 感谢杨师傅救命之恩 原来是铁公子 我说怎么一表人才呢 铁公子 今年多大了 三十五岁 三十五岁 爹 好 好 杨兄 苏德山是不是在楼下呀 这小子现在是信使 赶不上驿站了 就住在我这儿了 信使 他不是不怪吗 他收了别人钱 没把人事干明白 别人给告了 谢了差事 现在呀 他可还记恨着你呢 还记恨我呢 喝酒大哥 怎么了 怎么了 爹 你说我是真的老了 我总觉得跟那位铁公子 在哪儿见过 可又想不起来了 难道我是真的跟他有演员 爹 闺女 一会儿等贼人进来了 你可想着躲起来啊 我是你闺女 可不是吃素的 那可不成 你这还没嫁人呢 你觉得那小子怎么样 我觉得他还成 爹 闺女 你听我说呀 你说我这样 四兄 别来无恙呀 要是不是看你今天这幅落魄像 老的一定打得你满地找牙 好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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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 你们这你们干什么呀 陆死劲 陆死劲 你们就幸好让我们进去吧 是啊 您看这外边下这么大的雨 方言几礼 就您这能避雨啊 对 客栈不是观音庙 我们是小本神 房钱有吗 再说也没房 好 草药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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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 我们只收现金 小哥 我们在路上碰巧结道的 都蒙着面 差点就把我们给杀了 你就让我们进去吧 是啊 就让我们进去吧 你怎么办 对对 那些人大都穿一身黑衣服 都蒙着面 这贱人就是啥呀 我们几个翻过一个山头 才逃出来的 要不是我们几个跑得快 我们几个的小病 早就没了 是啊 在哪儿啊 就是码头山下大树底 小二 让他们住进来吧 房钱我付 真的是没房了程师傅 你就不怕他们是贼人吗 谁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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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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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就在这儿住下 等会儿出来吃饭 谢谢 谢谢 您慢走啊 诸位 瞧这架势 这雨停不了了 大水把咱们各路扶平 冲到了一块儿 也算是有缘分 今天晚上这段 我请了 以后还得请诸位 多多捧场 咱们大家走到这儿 就找我铁肘金刚洋海 救助咱们蓬莱客栈 程兄 苏兄 请二位大哥以后 多多照顾咱们家闺女 是云秀 在此谢了 谢了 铁肘金刚 讲究人 够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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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管够 随便吃 坐坐坐坐 好 吃吃吃 谢谢掌柜的 谢谢掌柜的 讲究 来 吃吃吃 谢谢掌柜的 喝 你们慢点吃啊 来 谢谢 这三位仁兄 怎么不动筷子呀 怎么称呼 我们只是赶路的 我们只是赶路的 怎么打下来了 炼家子 苏兄 看身形不像那几个黑衣人 好 好 杨大哥 让咱们住下吧 程师傅 万一这几个人 是责人同伙 这 咱们有杨大哥呢 铁肘金刚 怕什么 我的地儿 谁要是敢动你一根寒毛 我肯定让他好看 好 蘇熊 你的筷子出了點問題 雲秀給他換一雙吧 好嘞 你個鐵肘金剛 你說你這破墊 這叫什麼玩意啊這是 給他換一雙長一點的 真是 來來來喝酒喝酒喝酒 喝酒 來 來 我說鐵公子啊 我是真的好像在哪兒見過你 現在我是真想不起來了 你讓我好好琢磨琢磨 哪兒 您還記得什麼時候嗎 大前年 你們家鐵老爺子過壽 我帶我一個朋友去你 鐵總兵 他是鐵公子 是 怪不得我看著氣宇宣昂的呢 那最近鐵大人可好 還好 你小子真行 他是鐵公子 你又不早告訴我 程師傅此番出行 是應了家父的邀約去交權 路途驚險 所以低調行事 去交權哪 我可聽說最近江湖上 立了一道懸賞令 根據江湖的位置不同 價本不一 我估計你怎麼也值這個價 懸賞令 程某遠離江湖多年 不曾耳聞了 鐵總兵哥 你沒跟他說呀 你怕嚇著他呀 我可告訴你啊 就你這條小命 那能不能送到那大孤口 那還兩說呢 蘇大人 不想吃肉你給我出去 我那客栈還成不下你還是怎麼呢 這急什麼急呀 我這不是給他提個起嗎你說啊 蘇兄快吃肉吧 這涮肉啊講究七上八下 再不吃就老了 今天呀程師傅在這兒 我不跟你計較 你現在趕緊拿著這塊肉 堵住你的嘴巴你 走啊 來來來來 全乾了全乾了 來 嗯 關門 快關上快關上 這燈子還滅了 快點上來 馬上就好 這不真好 這這怎麼回事 這是來的 這是來的 誰扔的 這是吃飽撐的 見人了 快快快快點 好了好了 看不見哪 我腦筋不大 亮了 接著吃飽 楊兄 喝多了 剛喝一碗酒 你酒莊 你莊什麼莊 你莊什麼莊啊 怎麼回事啊 怎麼回事啊 楊兄 張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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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少二 看看前後門有沒有有人逃跑 你們都在這兒待著 走 誰都不能動 樓上樓下的房間一個兒搜 小心一點啊 快去 是 他 快去 怎麼回事 你 怎麼回事 你 你 你 我都没有 机会 公钊 早之前 好好讲 公钊 是 把 przedsiębior ạ 上去 directly 是 都找了 门口没人 也没脚印 房间里也都看到 所有的人都在这里了呀 外面下这么大的雨 客栈就这么大 这杀人的还能长翅膀废了 爷 那您的意思是 这屋子里面每一个人 都有可能杀了我杨大哥 那咱们报官吧 外面的路都让雨浇烂了 报官 那个杀人的 你给我听好咯 我十几年的捕快 不是白干 我一定找着你 从现在起 谁也不准离开这个屋子 都老实地给我在这待着 我要一个一个地审 苏兄 我跟你一起审 我杨云秀对此发誓 我一定会找到真秀 我叫耿铁柱 我是山民 村里的人都叫我猪头 我知道他们不喜欢我 我也不和他们置气 我妈跟我说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从小就大小 我怎么可能杀人啊 我们就是来避雨的 而且路上还有街道的 你们不是不知道啊 我去过京城 别说是涮羊肉了 这涮龙肉我都吃过 那我三九爷 他是刑部大老爷 想抓谁就抓谁 想杀谁就杀谁 师父 你等着 我叫他过来帮你抓人 但凡他一句话 手底下八大高手立刻出马 你出去 爷 暗示山南边两家庄人 翻过一座山就到了 爷 您想想 俺几个 连房费都付不起 都是老是芭蕉种地的 哪儿还敢拿刀杀人呐 铁公子 这铁肘的死 您得看法事 不知道 我当时正在吃饭 灯就黑了 那您说这 这凶手为什么要杀 铁肘金刚呢 我觉得凶手 可能是想对付程师父 可是没什么把握 就把铁肘金刚给杀了 铁公子 程师父去教权铁大人 付给他多少银子 苏兄 程某此行并不为钱 这点破事 你我都心知肚明 铁公子 铁公子 您肯定不是杀人犯 您可以休息了 小二厨子 你们几个都进来 程师父 掌柜的带我们恩重荣山 视我们为亲兄弟 我们怎么可能下得了手啊 你一惊一乍地笑一跳 要是让我带着他 我非剐了他不可 当时灯灭了 我就去点灯 灯亮了 掌柜的就被人害了 我跟了掌柜的十几年 从小和云秀一块儿长大的 我怎么可能动手 我们几个 对掌柜的都感恩戴德 绝对不可能是我们 闺女 闺女 一会儿等贼人进来了 你可想着躲起来啊 我是你闺女 可不是吃素的 那可不成 你这还没嫁人呢 你觉得那小子怎么样 我觉得他还成 爹 吗 脑袋上带他摘一下 又是 这位仁兄 为了铁肘金刚 为了每一个人 麻烦配合一下 叫什么 哪儿来的 要去哪儿啊 神机营的领牌 对 拔拼小伪 大人 小人不识泰山 大人此行如此低调 是有何机密室要办 是有机密室要办 那我让他们 给您安排上吧 不要张扬 免得引起注意 酒店妇女都是好人 你虽然不是 我年轻还是 这件案子就由你办理 一定要查出凶手 务必将其绳之以法 小人得令 我不便暴露身份 我和我的随从 会在暗中助你 是 是 大人 神机营的要职 是守卫紫禁城和三海 禁军主力 今日大人怎么出城了 不是说了吧 有机密要办 那大人 小人斗胆一问 神机营的衙门在哪儿 程卯华 你什么意思啊 你怀疑大人的身份啊 在梅渣胡聪 那神机营的手冲 如何激发呀 程卯华 你想干什么 吴大人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别理这个姓程的 小人被调职 那只是因为犯了点小错 日后 大人 你多多美严 多多美严 你这是干什么 别牵手 小人只待了这么多 事成之后 我一定登门道歉 先把案子办好 是 大人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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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杀的人是你 够我屁事 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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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你要闪一气 闪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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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灯的时候他们就坐在我身边 他们都没动 我最清楚 你最清楚 我看你也有嫌疑 为什么官府的驿站你不去住 非来我们这儿 你瞎呀 没可能外面下雨呢吧 你以为我愿意来你这破地方啊 连个上坊都没有 伸破你别住啊 神来神去 你审出什么来了 就是啊 审出什么了 我就是个送信的 我早就不是捕快了 你以为谁愿意管你这破事啊 要找 你们找他呀 你们老大 就是因为他死的 单独跟你聊聊 聊什么 聊什么 站住 来 快说 你跑叫进来 什么事啊 苏兄 帮我一个忙 凭什么帮你呀 你帮我找出真凶 你立了功 我给云秀报了仇 你要多少钱我给你 得了吧你 你以为我苏德山是贪钱的人哪 再这儿说了 你能有多少钱呢 不过 你真是假的 你就是假的 你真是假的 我就是假的 你就是假的 跟你 没什么好谈的 谁爱杀你就杀你 求我也没用 跟我 一抱钱关系都没有 苏兄 做人可不能像你这样 我做人像你 一提以前的事我都生气 现在好了 出人命了 我看你就是个扫把轻 姓苏大 你身忘了 你头上有一道 殷清圆缺的疤 你啊 唯 殷晴圆痴 这叫殷晴圆痴 好 我让你知道 什么叫悲欢离合 这顾不厉害 这顾不厉害 铁公子 程师傅已经期许有归空 快支撑不住了 你快下去帮帮他吧 铁公子 放心吧 程师傅不会那么容易 被打败的 别担心 不 厉害 不对 程师傅 你没事吧 那你icide的 柯达山 你不要得寸尽致 既然铁公子阻拦 我不能不给面子 再说 诸位都在 我要是真的杀了你程冒华 还落了个大罪 罢了罢了 知师傅 来 走 慢点 看来程师傅 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痊愈了 我看也是 我觉得伤还没好 睡觉 睡觉 走睡觉 刚才还说全都在这儿待着 这会儿怎么又让回去睡觉了 睡觉 什么都审不出来 他有什么不尽党 不睡觉干吗 反正明天一大早有一队信使要路过 到时候不是人多 不怕那凶手跑了 把你们也都送进官府 反正我也不是不快了 懒得管你们这闲事 睡觉 走睡觉 睡觉 睡觉睡觉 睡觉觉 大哥 刚是所有人都回去睡觉 这不成全了凶手 放火归山了嘛 放火归山 我这叫一 一 隐蛇出洞 对对对 隐蛇出洞 你们哥俩今晚香 辛苦一点 都盯紧喽 等我抓到凶手 多分给你们钱 分多少 分多少 一提前你们眼睛就放光 没出息 赶紧给我盯着去 走走走走 慢点 搜车 走走 走 走 郑师傅 你有什么计划吗 杨凶死了 杀手杀我的阻碍没了 不过苏德山这么一闹也好 凶手没准会再出现 郑师傅 这太危险了 我觉得 咱们只要熬到雨亭 就一定能顺利地离开这里 外面一片泥泞 我又受伤 走不了多远 郑师傅 您觉得谁是凶手 郑师傅 我觉得吧 那几个带斗笠的 特别地可疑 他们相互之间 不说话 也不交流 好像有啥秘密 还有那个苏德山 他跟您对战 无非就是想看看 您身上的伤 到底好没好 那几个山民 虽然看起来表情 对 但谁知道是不是装的呀 这店里的伙计 那走吧 走吧 你们慢点吃啊 也吃不太准 吃人知面不知心 那程师傅 您觉得凶手 还会再出现吗 一定会 所以我们要有准备 好 程师傅 您好 广儿 今晚无论有任何动静 都不要出门 这个坎儿 快过去了 程师傅 您也知道 我爹 他就是想过过太平日子 他退出江湖以后 一直操拾着这个客栈 他带人诚恳 经常接济穷苦百姓 没想到好人没好报 他竟莫名死在这里 程师傅 既然有人作恶 您又大伤未愈 我已经做好了拼死一战的准备 还请您不要阻拦 姑娘 今晚只是一个局 只有你跟苏德山知道 一切听程师傅安排 对 程师傅 我觉得有个事要跟您说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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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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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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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